大家好,我们接着上节课程的内容来进行讲解 在上节课程当中,我们学习了深度以及深度缓冲区的相关的一些概念 在这节课程里面,我们就来着重说明深度缓冲区工作的方式 我们仍然以一个例子为例 假设我们就以这一个场景为例 然后我们来手工的模拟一下这个过程 首先是第一步 第一步,我们需要清除我们后台缓冲区的数据 以及深度缓冲区的数据 那么对于后台缓冲区的数据 我们会给它一个默认的颜色 比如说给一个黑色或者说其他颜色 那么在这里,我们就假设它是黄色 然后我们会重置我们的深度缓冲区的值 深度缓冲区的值,我们会全部重置为1 也就是最大 然后我们进行第二步 第二步,假设我们先绘制中间的这一个白色的圆柱体 我们假设这个白色的圆柱体的深度为第二 那么第二它是小于1.0的 既然它的深度小于1.0 那么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认为这一个圆柱体 它通过了我们的深度测试 可以被写入到后台缓冲区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的后台缓冲区 在这一个区域 就变成了我们白色的圆柱体的颜色 然后我们进行第三步 第三步,我们假设 第二次绘制的是我们这个红色的方块 我们假设这个红色的方块的深度为第一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红色的这个方块 与圆柱体重叠的这一部分 它的深度 第一是小于第二的 那么它小于第二 也就是说它通过了我们的深度测试 那么红色 这一个与圆柱体重叠的这一部分的 这部分像素 它就可以被写入到后台缓冲区 那么也就是这一部分 它重叠的部分 也就是这部分 这一部分就被写入到了后台缓冲区 就覆盖了我们原来重叠的 圆柱体的那部分像素 然后我们再来看未重叠的部分 未重叠的部分 我们发现它是深度第一 那么它是深度第一 小于1.0 因此它也通过了深度测试 既然它通过了深度测试 那么我们就可以将它写入到 我们的后台缓冲区 因此 假设这是它未重叠的部分 那么我们的方块 也就被我们写入到了 我们的后台缓冲区 最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绘制这个蓝色的胶囊 我们假设 这个蓝色胶囊的深度值为第3 我们发现 这个胶囊 在红色的这一块重叠区域 也就是这一块重叠区域 它的深度值 是与红色的深度值进行比较 那么红色的深度值为第一 显然我们第3的 这一个深度值 它是大于低的 因此我们认为 它不通过我们的深度测试 那么它在这一块的重叠区域的颜色 也就不会被写入到 我们的后台缓冲区 然后我们再来看 以白色重叠的部分 也就是这一部分 它与白色重叠的这一部分 白色重叠的这一部分的深度值为第2 但是它的深度值为第3 因此第3大于第2 同样无法通过深度测试 因此白色的这一块 它也无法写入到我们的后台缓冲区 最后我们再来看 未重叠的部分 也就是其他的区域 其他的区域我们就会发现 它的第3的值 第3它是大于第2的 那么未重叠的这部分 它第3是小于1.0的深度值 因此它的深度测试通过 因此它也就可以被写入到后台缓冲区 那么也就是 这一部分 那么当我们渲染完这三个模型之后 在后台缓冲区 就对应存在了一个颜色信息 最后我们将这个后台缓冲区 里面的颜色信息显示出来 也就变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个图像 这个图像也就跟我们推论的这一个结果是一样的 这一个过程是由GPU来完成的 其中我们比较的方式称之为深度测试 在这里我们是通过小于来进行比较的 一般我们会使用小于等于来作为深度测试条件 当然我们也可以使用大于 大于等于 等于 不等于 等一些条件来作为深度测试 在这里有一个地方大家需要特别注意 前面的讲解当中为了方便大家理解 我们将每一个模型当成了一个整体来进行对待 其实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我们不能够认为一个模型的深度是一样的 比如这一个红色的方块 它的这一个面和它这一个面的深度 肯定是不一样的 那么因此 我们也就不能够认为一个模型的深度都是一样的 比如我们偏转一下角度 这一个面上面的这一个像素点 而这一个像素点 它的深度肯定也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一个也就说明一个问题 深度是针对每一个像素点的 不是针对每一个模型 每一个面来进行测试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关于深度测试的一些比较有趣的例子 在这里我使用的是一个 我自己写的一个软件 方便我们快速的修改深度测试的相关参数 那么在其他的引擎里面 大家也可以找到 以至对应的API来供我们进行修改 大家稍微查询一下 就可以知道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关于深度测试的 一些比较有趣的一些例子 我们先创建一个Cube 然后创建一个胶囊 我们将我们的Cube改为 颜色改一下 改成红色 然后胶囊的颜色改成 就蓝色 然后我们调节一下我们胶囊的 位置 让它离我们近一点 好 我们现在的这一种渲染 是我们常规使用的方式 也就是近处会挡住远处 那么我们在这里来修改一下 我们红色的这一个小方块的 深度测试的一些条件 比如在这里 这些就是我们深度测试的一些条件 比如第一个 它总是深度测试通过 那么这一个也跟它的渲染的顺序有关 假设我们小方块 它是最先渲染 然后蓝色的胶囊是最后渲染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假设它是永远深度测试通过 然后它是最先渲染 那么它渲染的时候 它所有的像素都会被认为 测试通过写入到后台缓冲区 那么在后台缓冲区 就有了红色的这个小方块的颜色 然后我们就接着来渲染蓝色的胶囊 蓝色的胶囊在进行渲染的时候 它就会和红色的这一个小方块 的深度进行对比 然后发现蓝色的这个胶囊 它是在红色的小方块的前面 那么它就会把它覆盖掉 这是第一种方式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假如我们的红色小方块 在蓝色的这一个胶囊 后面绘制 又是怎么一种情况 那么我们来改一下它的渲染的顺序 那么现在就是蓝色的胶囊会最先进行渲染 渲染的时候 那么后台缓冲区其实什么东西都没有 那么它可以通过深度测试 通过深度测试之后 我们再进行渲染红色的这一个小方块 在进行红色小方块的渲染的时候 我们进行深度测试 我们发现它深度测试的条件是 总是通过 那么也就是红色的小方块 它一定会被写入到后台缓冲区 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就是相等 大家就会发现 我们现在这一个红色小方块 完全没有被显示出来 没有被显示出来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深度测试的条件是相等 但是在这里没有与它相等的深度 因此它无法被显示出来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大鱼 在这里我们就会发现 红色的这个小方块 它的深度 它有一部分 也就是与蓝色胶囊重叠的这一部分 它的深度其实是大于蓝色的这一部分 那么它也就蓝色的这一部分被渲染出来 那么其他未重叠的部分 它肯定是小于我们色的默认值 我们的默认值是最大 它不会大于最大 因此它也就只有这一部分被显示出来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就是我们的大于等于 那么我们的大于等于 的深度测试条件 其实也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小于 小于也就是我们之前用到的这种方式 那么小于等于一般是我们默认的方式 然后就是level level就是永远不会通过我们的深度测试 那么它一定不会被显示出来 最后就是不等于 不等于与等于刚好相反 那么只要深度测试条件为不等于 那么只要我们通过了这个测试的条件 那么它的像素都会被写入到后台缓冲区 这一个就是我们深度测试的一些常规的一些条件 这些条件我们在其他的3D语情里面 同样可以找到 并且它们的值都是一样的 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使用 然后我们再来看 另外一个条件 就是它是不是可以写入深度 就是在这里 我们可以控制一个模型 在进行绘制的时候 是不是需要写入它的深度 那么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模型不写入深度 一旦它不写入深度 那么我们用的深度 就是以前的深度缓冲区的颜色对应的深度值 那么这一个一般用于什么地方呢 这一个一般用于粒子系统 或者说一些其他的地方 比如在这里 我们创建了一个粒子 我们就会发现 它的深度其实是没有被写入的 我们将它放大一点 当我们打开深度写入之后 我们看到我们的粒子系统就出现了问题 这一个就是因为深度和我们后面混合 结合起来所造成的结果 那么今天的课程就到此为止 在下一节课程当中 我们会学习到混合相关的一些知识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